我带来的全新的相机科技 这个模块结束之后 大家就可以吃午饭了 她们是想写考台湾的那题 非常的认真 好的好的 大家都不敢吃 是我比较饿了 首先我是刘叔叔 来自于索尼手机相机开发部门的一位工程师 那这次呢 想为您介绍索尼最新推出的 孟生爱的这个科技 它是由三层结构来组成 首先是感光层 第二个是记忆体层 最后一个是图像处理层 那接下来为您介绍 孟生爱它的组成原理 以及通过导入这个孟生爱的功能 我们在索尼手机上面实现了三大功能 首先孟生爱它所诉求的是 捕捉人眼所不能够捕捉到的瞬间 那下面这三个蓝色的呢 就是孟生爱的它的一个技术的分解 然后上面呢是带来的新的功能 首先它的三个技术呢 是新的光学的镜头镜片 第二个是呢 它有内建记忆体的感光元件 第三个是它在图像处理上面 有了一个革新 那接下来为您具体介绍 这些功能的一个 这些技术的一个原理 首先这个左侧是我们传统的一个 图像感光元件 右侧呢是孟生爱的一个感光元件 然后这个是传统的它的图像的一个扫描方式 首先它是一行一行进行扫描的 所以我们在拍摄快速移动的物体的时候呢 当你从第一行扫到最后一行的时候 这个物体它实际上已经移动了很多 那我们最后成像 它就是成了一个歪斜的图像 然后在孟生爱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最后的成像 基本上是没有歪斜的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孟生爱的时候 以前的传统模式 它中间是没有记忆层的 你读了之后必须要立刻进行一个图像处理 在孟生爱的时候 我们中间加了一个记忆层 那它的图像的读取和图像的处理 可以完全分开进行 这样我们在那个图像读取的时候 比传统模式提高了五倍的速度 这样子就造成了没有这个图像的歪斜 然后我们这个最后带来的功能 是一个防边形的快门的功能 那接下来这是一个原理图 为您展示一下 实际拍摄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个拍摄者是站在一个快速行驶的列车中 上图是拍摄反方向过来的一个列车 然后下图是拍摄列车外面一个静止的建筑物 所以上图其实是列车速度了两倍 在这个两倍的情况下 图像的这个防歪斜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可以看到静止的话 拍摄静止物体和动态的物体 这个防歪斜都有一个非常大程度的改善 那接下来为您介绍 手机里面它通过导入这个Motion S 所带来的超级慢动作录影的一个功能 首先它的这个原理是 我们在按下正常的录画的按钮的时候 它是以正常的30fps来进行录画的 然后当我们按下这个超级慢动作录影这个按钮的时候 它会是以960fps回溯0.8秒 然后在你播放的时候 它会把这个960fps按照30fps的速度来播放出来 就是正常我们拍摄的32分之一 每32分之一间隔它会存入一张照片 然后这样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大概是能看到一个6秒钟的慢动作的画面 那接下来为您展示一下 市面上现在一般都是240fps的一个慢动作的摄影 960fps它会有带来一个什么样不同的效果 可以看到 960fps在这个水球爆炸的瞬间 那个水球的形状还是保存的非常的完好的 然后在这个水球破裂的每一个瞬间 我们都能够看得非常清楚 再播放一次 请您感受一下 可以看到960fps能够清楚地记录每一个瞬间 那接下来为您介绍 那接下来为您介绍 相机对准这个被拍摄的物体 什么都不需要做 然后只在您想要拍摄的那一瞬间 按下那个摄影的button 然后最后您会得到4张照片 您拍摄的这一瞬间的照片和之前的3张照片 这样即便人的它的反应 它眼睛看到的时候和它手按到的时候 会有一定的时间差 但是通过保存的这4张照片 可以把这个时间差自动地补回来 我们就可以这非常精彩的一瞬间 就不容易错过 那接下来为您介绍 带来的第三点 非常高质量的一个成像的改善 想通过这几个角度 首先是白天摄影的时候的 它的一个细节处理 然后夜晚的成像质量 色彩的还原 然后相机的快门速度 以及全景模式和夜晚的录像模式 都有什么样的改善 首先这是使用新的Motion Eye 拍摄出来的一个白天的风景的照片 中间的部分可以看到成像度 解像度是非常好的 但是图像的四周呢 它解像度跟中间是基本上没有区别的 这个其实是很难介绍的 接下来为您介绍这个原理 能够实现这样一个功能呢 是我们导入了新的光学的G Lens 它就是首先这幅图里面 横轴呢 0的位置是画面的中心位置 100%的位置是画面最边缘的位置 然后纵轴是它的一个画面的解像度 0是非常低的 1是非常高的 然后蓝色的线呢是以前的版本 绿色的线是这一次我们导入的一个版本 可以看到蓝色的线 它在画面的中心和画面的四周的时候 成像的画质是有一个明显的下降的趋势 但是在导入了G Lens的这个绿色的线的时候 它的中间 它的最边缘的这个地方 有了一个很明显的提升 大概是25% 那接下来为您实际演示 对比一下这个效果 右侧呢是以前的版本 左侧的是Premia 所带来的效果 然后现在画面展示的这个大部分是画面边缘的这里的一个细节 可以看到很明显成像质量的不同 已经不需要我再说什么了 那接下来为您解释一下这个夜晚的它的一个色彩的还原的处理 右侧是Premium 然后左侧是以前的版本 首先可以看到这个夜空中 Premium它的这个黑色是一个纯黑的显示 然后接下来看这里 这个浮雕呢在以前的时候 其实是细节部分是看的不太清楚的 但是在Premium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的细节 然后中间的这个柱子呢 它以前的柱子其实是有一点过曝的 然后在Premium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非常好的色彩还原 阴影的部分都表现得非常好 那这是日本最有名的是樱花 那在樱花拍摄的季节的时候 大家都希望保存一个非常好的照片 这个呢 刚才是Xperia它的前一代的版本和最新版本的一个对比 那现在我们是跟它下的其他的公司的产品 风A和风B进行那个对比 所以首先看这个樱花的粉色的还原部分呢 风A基本粉色会稍微有一些偏白 然后B的它会稍微有一些偏黄 然后在这个灯笼的倒影这里呢 B它还是偏黄 A是偏白 Xperia它这块有一个非常鲜艳的一个红色的显示 然后中间这个河水的部分 它应该是显示一个黑色 是我们一个期待的 可以看到这个黑色的显示 Xperia是最好的 接下来还是和风A和风B的一个对比 那可以看到这个红色 还原的最好的是Xperia 然后风A的话它是有一些偏黄 风B的话是有一些偏蓝 那接下来为您介绍这个对焦速度的一个进化 横肘呢是从Z3 Z5到XZ和XZ的Premium的一个对焦速度的比较 然后蓝色的线呢是白天的对焦速度 绿色的线是夜晚的对焦速度 在Z5的这个时间 Z5的这个版本上我们导入了向VX对焦 这样使它的那个对焦的速度从500ms提升到了100ms以下 然后在XZ的时候呢 我们导入了雷射对焦 雷射对焦使得夜晚的对焦速度由800提升到了400 它的速度快了一倍 然后在XZ的Premium上面呢 我们对这个雷射对焦进行了一些改进 使得它的白天的对焦速度提升了40% 夜晚的对焦速度又提升了50% 那接下来是全景的照片模式所带来的一个改进 首先它的最高的解像度能够达到4000到27000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在任何角度随时停止这个全景模式的拍摄 另外在360度成像的这个效果上 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改进 那接下来为您展示夜晚的录像 它所带来成像效果不同 还是和其他公司的产品风味和风壁进行比较 首先请您关注这个玻璃 以及玻璃内部的室内的一个色彩的还原 可以看到Xperia它的室内的细节是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的 然后风A的话呢 这个灯光的地方它会有一些过曝 风B的地方灯光的地方也会有一些过曝 其实室内的场景您看得不是非常的清楚 如果看不清的话可以到前面来 那第二个地方呢 请关注一下这个薯条 薯条的色彩还原Xperia是最好的 风A的话薯条的这里它是有一些白色的过曝 然后风B的话它这里有一些偏红 那最后 最想为您介绍一个防抖以及LED它的一个色彩的还原 首先这个拍摄是摄影师拿着手机边走边进行拍摄 其实它的抖动幅度是非常大的 但是我们看到最后它的成像 其实抖动的幅度并不是很大 然后看着不会有很不舒服的感觉 接下来请关注这个LED LED 基本上您是可以看到它每一个LED所要表示的字面效果 这个也是Xperia Premiere所带来的感觉 这个也是Xperia Premiere所带来的感觉 是Xperia Premiere所带来的感觉 是Xperia Premiere所带来的感觉 它是Xperia Premiere所带来的观望 大家都 presenter讲 所有人都在外面 讨论中 女人都捕捉 女人都捕捉 今天有点赞 讨论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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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不在乎 太多了 太多人 不在乎 太多了 太多了 感谢观看